了解一下这个设计的界面 它已经帮我们写好了 不过第一个就是假如说你将来要用的话 像这个地方有一个叫month current 就是所谓的那个月历的设计 月历的控制项 那月历控制项它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用选日期的 当成这个选取的方式 就不会这个输入错误 那这个控制项它放的位置 其实就在这个通用控制项里面 就可以找到 这个叫month current 这个控制项 那以后就是用点选的方式就可以 接下来的话 我们知道这个控制项之后 那我们程式该怎么样撰写 首先的话 有几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就是说第一个呢 当我程式载入的时候 也就是在这个表单载入的时候 我必须要做一些事情 这个地方我先在表单上点两下 必须要在这个程式里面 那我先写好 就是首先的话呢 当这个程式载入的时候呢 必须要初始什么呢 日期 那初始日期的话就是 必须要把the day 这个日期 the day就是这个我们有建立一个 这一个日期的 这边有个日子 the day as day 就是说一个日期 这个日期的话呢 就先指定为the day the day就是今天的 the day就是函数 today的今天的这个 传给他会是今天的日期 接下来的话呢 要update memo 也就是说我要去找到今天的日期里面 有没有一些memo 那有没有memo的话呢 特别注意这边就是一个副程式哦 那我用shipped加F2 F2 这边就会去找 那理论上我们这个地方呢 在最上面会有一个阵列 宣开一个阵列 那这个阵列的话呢 最多是30天 所以呢我们这地方 最多就是 加一个回圈 那这个回圈哦 我记得应该是 他已经帮我们写好了 这个应该是 我们自己要写的哦 那这个update memo里面的话 就宣告 定一个i 假设说这个i 就是回圈用嘛 0到31 去跑什么呢 先把这个memo里面的讯息 先把它清除掉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是 要去读取什么呢 读取这个哦 在档案里面 有没有这个月份的memo 如果有的话 就通通把它读出来 并且去判断什么呢 判断里面的讯息哦 到底 有没有当天的讯 有没有当天的讯息 如果有的话 就在那个地方呢 加上一个什么 这个 加粗 粗体 然后呢 用粗体显示出来 所以这里下的话 它需要我们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哦 if 那我怎么知道 某一个档案是否存在 其实最简单的方式 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我可以用mine的这个 computer 有一个叫filesystem 前面有用到 里面有个方法叫 file ex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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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去判断说 某一个日期有没有存在 那 档案的名称呢 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get yearmonth 就是说以什么当成命名的标准呢 就是get yearmonth 就是说我会获得什么呢 年跟月 这两个讯息 然后呢 从the day里面去获得 the day就是 因为我们奉落的时候 就指定给它的是什么 给它的是今天日期 所以今天日期是 假设是20 2010 对不对 然后几月呢 11 所以2010 11 2010 后面有个复党名的 and memo 如果这个档案存在的话 那表示什么呢 我必须要去把它开起来 再去判断说里面 有哪几天是有memo的 如果有memo的话呢 那我就做什么呢 我就把那几天加出 出题吧 让使用者可以怎么样 点了之后 就可以读取那个讯息 那底下是最复杂的 不过还好就是说 在那个程式里面 它有给我们一些对应的方法 而且还教我们怎么去做 只是我们必须要去找到 直接讯息 那首先当然也是把它读进来 那读进来的方式很多 我刚刚有讲一个叫 就是open的 open findopen的方法之外 你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叫open text reader 那这个我是先照那个 我们书上的方式来解 那其实也是把档案先开起来 开起来之后的话呢 去用一个什么呢 回圈 那回圈你会发现 跟刚刚的那个 读的方法也是一样 去判断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当成是一个串流来看待 如果是已经最后结尾的话 那就跳开 那就跳开 那去判断什么 就把这个 那你会发现这地方 有一个 我们就宣告这个sr 它是一个sring reader 读进来之后 我用什么方式读呢 用read line 一行一行读 我没有全部先读 我是一行读进来 读进来之后判断说 如果this line 它不等于空字串 就是说里面有东西的话 那我就去找什么呢 这边有个index of 这个函数呢 主要去找冒号 那我们刚刚那个看到了吧 冒号就是 冒号之前就是日 冒号之后是什么 就是memo 所以我就把 冒号之前的抓出来 就是日 当成日期嘛 对不对 后面的话呢 就当成memo 所以变成要处理两个东西